文章与马依丽的姐弟恋一直未被外接看好 而且婚或幸福的两人却一直被离婚 尽管经历了不少的流言 但这对磨难小夫妻依旧恩爱如初 爱情都是自私的 文章马依丽也不例外 文章拍激情戏要事先告知马依丽 而马依丽拍激情戏 文章还要时不时地探班 有时候来个突然袭击 令激情戏男方仿不胜仿 两人的恩爱劲儿难怪让杜淳都感到有压力 马依丽罕见的激情戏份是在电视剧《双城生活》中 马依丽同男主角图松岩身为夫妻 自然床戏占据大量戏份 在床上他们俩表现得默契十足 画面十分浪漫 人之间透露出来的热情让人动容 演技非常专业到位